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文艺英才 青蓝相继 心火相传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易江南栏目》 关注这一百对师徒 展现人物风采 记录文化传承 她是乐坛才女陶琪 师承名家 榜首夺美 每个人的响应都不一样 你不要一味地魔法 而是要把人物唱出来 要唱感情 她是青年演员张琪 热爱舞台 心怀梦想 就是给自己立一个小目标 我希望自己也能够像老师一样 不管能不能实现 我都有自己心中的梅花 台上传承流派艺术 台下传播乐剧美业 本期《易江南》带您走进这对乐剧师徒 2020年江苏中秋戏曲晚会上 乐剧《桃花扇》选段即将开演 主演《桃琪》是著名的乐剧淡爵演员 白玉兰奖 戏剧梅花奖得主 她的徒弟 南京乐剧团青年演员张琪 也来到了剧院 这是桃琪2020年首次正式登台演出 虽然已年过50 但桃琪依然保持着年轻的舞台状态 饰演年方二八的李湘君 乐剧起源于浙江盛州 二十世纪初在上海发扬光大 一时间涌现出了原雪芬 竹水昭 尹贵芳等名家大师 发展出众多流派 新中国成立后 乐剧走出了五语地区 受到全国观众的喜爱 与京剧 黄梅戏等 并称为中国五大剧种 从小在江南水乡长大的桃琪 十四岁便考入了南京市乐剧团 成为了一名隋团学员 那个77年的时候呢 是那一届是隋团学员 就是我们这一批同学27个团里培养的 那时候没到系校去学习 但是我们的师资力量都非常的强 都是在一线的舞台上的这样的一些 名家来带我们这批学生 唱腔 声训 念白 武功 三年的隋团学习给陶琪打下了乐剧的基本功 1980年 陶琪开始准备她的毕业汇报演出 开始进入到就是学戏了 就是要演出大戏了 那个时候就是要跟着就是自己的赏音条件 像什么流派或者合适什么流派 去学什么流派 老师们就觉得你的嗓音还是很像原派 觉得你应该去朝这个原派的方向去努力 乐剧原派创始人 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袁雪芬 她出生于浙江盛州 自幼学习乐剧 14岁时出入上海 展露头角 上世纪40年代 袁雪芬在上海率先发起了乐剧改革 她主演的祥林嫂 被称为新乐剧的里程碑 她就说辱迅小说 《八千字祝福》里面 她看出有17个眼神 能想出30个眼神就很不错了 你17个眼神不是要命了吗 女生 女生到底有没有 女生到底有没有 死掉的一家人 她把电影那种形成 引用到戏区里面 老师就是改革啊 一直不断地在创新改革 这个蛮有价值的 这个就是什么年代 就是什么年代 原派的艺术风格 讲究朴实细腻 唱腔要与角色内心情感结合 以表演的细节来塑造人物 打动观众 八十年代末 时任南京乐剧团团长的 商方辰 推荐陶琦去上海 向袁雪芬拜师 到上海去以后 拿着商方辰老师的信 到了袁老师家 他说太好了 他说南京有这样的一个花旦 喜欢原派 所以他就把他的从艺的心得体会 就是无论是唱腔还是表演 他的心得体会告诉我 他说我是我的赏音条件 你是你的赏音条件 不要去刻意地模仿他是像 他说而是要把人物唱出来 要唱感情 他说要以情代声 1998年 35岁的陶琦 接到了剧团的重要任务 为南京争一朵戏剧梅花奖 南京乐剧团 为他选择了 以原派唱腔为特色的 《猴门之女》 和四出折子戏作为主打 其中 压轴的第四出 是袁雪芬的看家戏 《祥林嫂天问》 演出前 袁雪芬曾特意感到南京 和陶琦信息分析起了 《祥林嫂》这个人物 《祥林嫂》的这个唱腔 还是很难的 因为他到了老了以后 他必须胸腔共鸣 盛下来唱的 他和以前我们发声不一样 所以老师跟我在山讲 他说你要胸腔共鸣 带着他老年的 而且他是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 就是快死之前嘛 他在问天问地的 问唱天的 把他的一声这样唱出来 唱功戏 在这出戏中 陶琦扮相白发沧桑 布袋迟出盘山 他以悲楚低沉 而又跌宕有志的元派唱腔 将祥林嫂的不幸 悲凉与激愤 抒发的淋漓尽致 引得全场喝彩 最终 陶琦凭借堪称完美的表演 获得第十六届 中国戏剧梅花奖榜首 实际了南京世俗 文艺团体梅花奖 零的突破 后来是很开心 但是其实这个创作和排练 这一年多的过程 对我来讲 是磨练也是不容易的 因为97年的时候 我出了个车祸 我是三个地方骨折的 98年就开始排我了 所以在排的过程当中 我是带着伤痛的 我好多地方是疼得不得了 就是没办法做到 但是我必须要去把它做到 2000年 南京乐剧团 为陶琦量身打造了 新编乐剧李清照 为了演好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 陶琦在剧中展现了 古琴 书法等多种才艺 把这位才华横溢 气质脱俗的千古词人 展现得淋漓尽致 因而也获得了 乐坛才女的美成 这个剧目也是当时 我到上海演出的时候 袁学芬老师 他在下面看戏 他看了以后 他激动得不得了 他到后台来 紧紧抓住我的手 他就是很认可 非常认可 他就讲了 他说 就是说看到了我的努力 你把这个人物把它演活了 等于演好了 他高兴 我老师经常会说 你看好好地向陶琦学习 陶琦多么多么地好学 他自己去上课 考大专 自己受伤了 还在练功 袁雪芬从刻苦用功的陶琦身上 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上世纪四十年代 袁雪芬 尹贵芳 竹水昭等十位在上海的乐剧名家 被戏迷并称为乐剧十姐妹 如今 各家流派已逃离满天家 2010年 南京市乐剧团重排 竹派代表剧目 柳逸传书 邀请远在福州的 风华乐剧团当红女小生 尹贵芳嫡传弟子王军安 与原派名弹陶琦 合作共同主演 续写跨越半个多世纪的 乐剧传承故事 尹老师是小生 祖老师是花旦 他俩原来是搭档 柳逸传书从我们老先生开始 祖水昭老师的时间开始 就是这个南岳的看家戏 让王军安来唱我们祖老师的戏 他们的这种艺术的这种延续 或者是姐妹之情的这种延续 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2010年 我就来到了南京 来参加演绎了柳逸这个人物 那么我对陶琦的影响也是非常好 因为陶琦的确是一个好演员 我们也接下了姐妹之情 然后最终我们获得了 全国的保留剧目大奖 2016年陶琦和王军安 在南京创办了安琦工作室 招收弟子打造新剧 共同推广传播乐剧文化 就在工作室成立当天 陶琦和王军安 举办了隆重的收徒仪式 他们的徒弟分别是 南京乐剧团的青年演员 张琦和吉菲 然后拜师的时候就是超紧张的 感觉那些眼泪在眼眶里转转 就是觉得 终于把这么一个 这么大的事情给办成功了 然后就是 非常有仪式感的 就是给老师递查 然后磕头的那一瞬间 就觉得 我终于是陶老师真正的学生了 就非常非常的激动 张琦自幼热爱乐剧 1999年 12岁的她 考入江苏省戏剧学校 专攻乐剧表演方向 而刚刚获得梅花奖的陶琦 则成为了她心目中的偶像 在系校学习的期间 然后我们就会到那个剧场去 看团里老师的演出 然后那个时候看到陶老师 就非常的崇拜 觉得陶老师好好看 然后又唱得又好 做得又好 我们到后台去 然后陶老师说 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叫张琦 然后他说 你叫张琦啊 我叫陶琦 我们都有琦 陶老师非常的容易亲近 就是非常的和蔼可亲的样子 2004年 张琦从系校毕业 进入南京市乐剧团 刻苦勤奋的她 很快成为剧团 主要的花旦演员 2011年 南京乐剧团 创牌了现代大型乐剧 丁香 张琦在剧中 饰演主角白丁香 学校没有学过现代戏 然后进团也机会很少 因为城市化做多了 你比如说有执法什么的 然后一演现代戏 我就那个手 哎呀 放这儿也不是 放那儿也不是 就是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个时候的团长跟我讲 他说哎呀 他说他演的过程当中 你最好来帮帮看看 后来我就花了好几天 帮他去就一场一场过也是 主要是还是去理解这个人物 为什么要这样演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 连这个转头的方向位置 他都跟我就是摆定了 然后他说你要有一个习惯 就是马上就要有反应 然后人物节奏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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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很细很细地教我 在桃琦的西新指导下 张琦最终凭借着这部剧里的出色表现 获得了第三届中国乐剧艺术节 优秀青年演员表演奖 这是他从艺后获得的第一个大奖 2016年正式拜师后 为了演好原派的经典角色 传承原派艺术 桃琦还经常带着张琦 前往上海乐剧院 在袁雪芬曾经教导过她的地方 去深入学习 因为桃琦的嗓子比较高 比较好 她是比较亮的 方雅芬老师 她也是原派弟子 她的嗓音也是比较好的 我说桃琦好讨厌的你知道吧 平时我们都叫桃琦啊雅芬啊这样 她要教学生来跟我学的时候 思佳 她开始教思佳 她的学生也是我的学生 我的学生也是她的学生 一笔写不出两个原字 当当当当当当当 学院了 应该是当当当当当当 这好是看你的手吧 那你的手心要漂亮 在桃琦的指导下 张琦迅速成长了起来 接连主演了《红龙梦》 《珍珠塔》 《八女投江》 《桃花扇》等多部大戏 2020年 乐剧原创大戏《凤凤台》在南京首演 张琦在剧中扮演《玉珍公主》 与著名乐剧演员林小旭同台亮相 张琦天赋很好 嗓音条件也很好 就是一定要努力 要碰到好的戏 好的作品的时候 一定要抓住机会 张琦现在进步非常大 她在舞台上的那种稳 比较稳 也比较能够进去 进到人物当中去 除了这个表演之外 她对《唱强》 现在也在不断地在琢磨和提高 每个戏曲演员心里都有一朵梅花 就是给自己立一个小目标 我希望自己也能够像老师一样 不管能不能实现 我都有自己心中的梅花 来感受乐剧《红楼梦》的这种韵味 每个部分就是很漂亮 你看衣服化妆 夜剧真的很美 它就有自己的风格 如今已经逐渐淡出舞台的陶琦 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介绍和推广 乐剧艺术上 感谢大家看到了他们青年演员的成长 就是等于看到我的演出了 谢谢大家 我最近我跟南京大学有一个合作 跟他们的研究生在上课 那些研究生原来有的时候 有的听说过 有的看过戏 有的没一点都不懂不懂 但是我们经过辅导 经过一些培训 经过一些介绍 一些讲座 感兴趣 他们现在都能够 开口可以唱上去 在青年的当中 是播撒种子 让他们来喜欢戏曲 喜欢乐剧 诞生百年的乐剧 在袁雪芬等老一辈艺术家 广纳博彩 润意创新的改革之下 形成了风格典雅 而又兼具现代气息的艺术风貌 因而 在当下 依然焕发着年轻的艺术生命力 一代又一代的乐剧人 把对艺术的热爱 倾注于舞台 将弘扬剧种的使命 担当在肩上 都是为了弘扬乐剧艺术 弘扬流派艺术 我们青年演员的职责 就是要做好传承 做好传播 他们从同一处走来 在不同的年代绽放 散播艺术的芬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